本视频由游戏机实用技术独家制作 并由以下媒体提供播出 人气轻小说《刀剑神域》 于今年再度迎来了游戏化 仔细一算 这已经是系列第四部登陆游戏机平台的作品了 不仅有突破千万的小说销量 就连动画画游戏化也都顺风顺水的刀剑 无异得益于其设定新颖的世界观 剧情跌宕的战斗故事 以及众多大家喜闻乐见的猛戏美少女 那么经历了前几作的洗礼 《虚空幻界》作为刀剑进军游戏领域的最新作品 它的素质如何 它能否让玩家充分感受到原作魅力 本期的黄金眼 马上带你走进刀剑的幻想世界 本作相较前作《失落之歌》在画面上并没有太大变化 建模还原度不错 但锯齿依旧明显 游戏的冒险探索地区分为几个大陆板块 大陆内交错分布着许多连通的迷宫 在广阔乌云的森林 草原等大型场景里 玩家捏好的主人公可以带领三名同伴一起进行冒险 本作的迷宫地图会以全貌显示在画面右上角 诸如宝箱任务等可玩要素都直接标注在地图中 可以说大大的省下了探索时间 十分便利 而作为据点的骑士城镇 则有转移门广场 商业街 撩望台 以及湖畔公园这几个地区环绕连城 玩家可以在镇里随意走动 完成诸如接任务 触发剧情 撩妹等日常活动 游戏的战斗系统 基本延续了虚空断章的王道玩法 并在动作的流畅度 招式的衔接等方面做出了优化 使得地图上见怪就坎的 即时战斗爽快度更上一层楼 角色能在战斗中提高武器的熟练度 使用得到的技能点 自由发展各大武器的技能数 席的武器专属招式 以及能交叉使用的各类辅助技 只要事先将技能登陆在技能面板上 就能在实战中快速使用多达16种的登陆指令 少家练习即可大杀四方 不过俗话说 一拳男低四角 同伴之间的团队合作 才是保证不翻车的重要保证 通过输入指令 玩家可以指挥队友采取回复 躲避 权力攻击等行动 还能进行队员之间的连携攻击 一举击破敌人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 本作的PSV版吊针十分严重 大大影响游戏的体验 有条件的朋友建议购买PS4版本 除了值得深入研究的战斗部分 故事部分想必也是众多原作粉丝所关注的重点 本作采用了全新的原创剧本 打造了一个建立在SAO伺服器基础上的全新游戏世界 一个玩家不会死 NPC死了则会被完全删除的死亡世界 除了历代人气角色悉数登场外 同人的后宫队伍也将再添新成员 游戏为每一名主要角色都准备了特殊剧情 玩家通过对话 约会等日常互动 可以提高角色们的好感度 进而解锁 牵手 公主抱等互动姿势 以及各种不可描述的新剧情和福利CG 但是全角色好感度刷满 就得耗上五六十个小时 不过这对于众多男性同胞来说 应该不算什么 毕竟妹子们都好棒 不是吗 本作的繁体中文版 已经在10月27号与日文版同步发售 解决语言障碍对于国内玩家来说 无疑是件大好事 再加上国内能买到 由天文矫穿出品的正版中文小说 也有视频网站拿到了动画的官方播放授权 原作粉丝自不必说 只要感兴趣 就可以通过许多正规渠道 去了解刀剑神域 从而在本作中得到更多的快乐 总的来说 与众多的动漫改变游戏相比 虚功换戒在画面上并没有突出优势 但它在系统与细节上 却能带给玩家足够多的惊喜 无论是紧张刺激 而又不失内涵的战斗系统 还是心跳不已的角色互动要素 精彩的原充剧情 本作就像是一款集合了当下 轻元素与一身的大杂烩 只要是涉及了游戏 轻小说 动漫 任意领域的二次元爱好者 似乎都能从中找到 属于自己的乐趣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риг了 词词 shad boxing by bwd6